有人说说我的老板啊 这个人品太差了 我跟他就合不来 工作压力还大 还加班 但是有一点这工资挺好 挺高的 你说我是继续干呢 还是辞职 其实我想问你一句话 你说打个比方 我给你足够的钱了 让你柜子给顾客服务 你接不接受 你不接受 那你就先好了 你有更好的 有尊严的活着 可是你现在会发现 很多很多故事的服务 贵式的 很多很多的女孩 长得特漂亮 也接受了 为啥给工资高啊 这就是一个现实 和一个理想 理想包含了什么 包含了自尊心 自由 价值 成就 现实是什么 卑微 活着 工资 生活费 孩子 你想想 你这个现实和这个 和这个理想 你这个平衡一下吧 如果有一天 你讨厌这个老板 你有能力 你说 我就不惯着你了 你就直接跟那老板说 我告诉你 我给你打工 我靠我本事赚钱 你别给我这个 那个 如果你认为 我现在不行 你把我开了 如果我要行 你就用 这就是我的态度 我不指责你这个书 我靠本事 我拿你的一分钱工资 我给你赚钱了 你有这个破气 你就是赢了 如果你没有 你就踏踏实实的 你拿人家工资 用粗俗一点 拿人千财 与人小宅 这是最简单一个道理 对吧 你拿人家的高工资 那你就要接受 人家的工作环境 和工作节奏 要么你就走人 老板人品好还是不好 你又不是跟他结婚 你又不跟他拜靶子 对吧 你说老板好还是不好 那跟你没有关系 那都是你想多了 你上班 你就给老板工作 你下班就是你的人 你管他好还是不好 是不是 很多人出现什么呢 出现你拿的老板的工资 然后呢 你呢 不好好给老板干活 最可恨的是什么呢 是你在背后骂老板 你觉得老板可 可傻 那老板可不行了 那我就想问 老板这么不行 老板这么不识人 你还给老板干个啥呀 是不是 那你不是小人吗 你就为了那点钱吗 拿人那点钱吗 然后你背后说人家 那就是小人吗 我认为这个时代 越来越简单 我没必要供为你这个老板 因为有可能我也会创业 我不创业 是因为我想图个安稳 就这么简单的 有什么没有面子 或者说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呢 我今天给你创业 给你打工 是因为我想图个安稳 那好 那你就别跟我嘚死 我靠我本事 我挣五千块钱 挣一万块钱 挣两万块钱 那是我本事 有本事你把我开了 这是什么 这是个野儿吗 对不对 要么我就不在你这干了 我走之前我就问 你这么做对不对 你给我装什么 我不干了 我不要你这么捡了 你找能人 是不是 你看你两个方式都不行 你都做不到 你在人家面前像个绵羊一样 背后的话 你像一个蛇一样 我认为这不对 所以我送给大家 选择 就意味着你要面对现实 你要不选择 放弃 就意味着你要追求那个理想 你要有什么呢 有你的能力去追求理想 世界这么大 你想走一走 你关键就没有邪呀 你别走了个一里地 对不对 你满脚是胖 那这个不行 我建议 当你没有邪 没有路的时候 你还是脚踏实地的 我也先要来 拿份工资 安个家 这才是现实 我是孙永鹤 每天给大家分享 有关于创业 就业的一些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谢谢 谢谢